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的磁脸B款 也是我们的IT Base IT Base的话呢我们收到货 我们总共是有标配六个卡头 两个脸部两个眼部 一个额头一个下巴 我们收到货的话 这个配件架它是拆下来的 我们到时候要进行一个安装 这里都会有配合螺丝 安装上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插把口 这个插把口的话你装上去 就是按照顺序这一边就插这边 这个就插这边就好了 我们把插把口插上去 这里的话它会有两个顶针 对准之后插上去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它有一个上锁 它拧紧 然后这样子就是拧紧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这个仪器它会走动的话 我们这里轮子把它搅拌给它撒进 这样它就不会炒到 然后这边的话也给它装上去 这样摇一摇 这样就是已经插紧的状态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探头手柄 这里的话它会有12345进行按个顺序去插 它四四的话就是两个一样的 我们手柄上的话也会有这个标记 这个红点对着红点 咔了一声它就插上去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挂上去 这里有几个小耳朵给它挂上去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 这个是一我们就对着一给它插上去 这个是四四的话就是两个脸颊 然后它这个的话就手柄不分左右可以随意插的 然后对着那个红点插上去就看到 那咔的一声就是上锁好的 这个也是四 一定要插上去 一定要听到咔的一声上锁了 然后才是插好的状态 然后还有两个眼睛的 眼睛的就是二跟三 这个二 它眼睛这个的话因为它是有分左右的 它贴片也有分左右 所以这个是有分左右的 红点对着 插上去 这个就是三 现在这个是烫头装好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紧急开关 这个紧急开关的话 我们是在这里有个口 这个这个配件架在这里挂上去 然后这里的话有个口 这种凹槽之后 它上去 然后给它把那个容帽给它上紧 上紧之后 这个就是我们仪器安装好的一个状态了 那我们装上去之后 然后打开界面 界面这里的话呢 它会有两种语言 一个的话是英文的 一个是中文的 这个是默认的 然后我们进入界面来看一下 进入之后 这个界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男士有女士的 这个是性别的选择 这里是年龄的选择 我们任意选一个进入 进入之后 你选了女性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返回来看一下 男士的界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界面这里 它有个M1模式 有个M2模式 就是输出的一个频率会有点不同 我们操作的时候 可以根据需求去选择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操作的区域 它所有这些区域的话 都是可以单独去控制 它的一个能量的 比如说我们一般额头的话 它的敏感度会高一点 它承受的能量的话 不会特别高 那你就单独在这里去控制 这个的话调的是热能量的 也是我们的一个射品的能量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微电 就是微电流的一个能量 这里去调节 然后我们点眼睛这里 眼睛这里的话呢 就是也是可以单独的去调的 也是在这下面控制 然后脸颊 脸颊跟眼睛跟额头 它有一个不同 就是它会增加了一个磁的一个输出 就是脉冲磁 这里增加了一个选项 那这个就是磁的一个能量 那我们选上脸颊之后 在这里去增加能量 然后下巴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这里的话 也是增加了一个磁的能量 然后这里的话是射频 然后这里是磁 这里是微电 然后这里是时间 然后这个是开始 然后这个是暂停 这样子 那么我们整一个的话 就模式的话 就是2233的一个模式 什么是2233呢 就是额头眼睛 它都是两种功能 就是射频加微电 然后33的话就是脸颊跟下巴 它都是射频加磁加微电 三种功能的一个同时输出 那我们三个功能的话 它的能量是可以自由调节的 就根据我们的一个承受能力 比如说我客户的话 他不喜欢这个磁的感觉 那我只给他开射频 或者微电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 我觉得我那个只想要磁 或者是射频 那三种的话 你可以自由去调节的 可以选择一种 也可以三种或两种都可以的 然后我们这里能量都调好之后 点击这个 然后就进行开始的 因为我们初次给客户操作的话 一般能量都是从低的开始去调 然后让客户去感受 如果说他觉得能量低 我们再慢慢的去往上加 然后相对应的给他加强一点 然后绑回来 然后中文这里 中文这里的话 那个界面跟它是一样的 就是男性女性 一个是年龄 然后选择 我们现在看一下女性的 然后这里的话女性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还有说的一点注意的一个事情的话就是 比如说我们脸颊 有些客户的话 他做了金属芽的 那这个是 就建议不要去开这个磁的容量去给客户去做 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解一下我们这个贴片的一个使用 我们总共是有六个探头 那我们贴片的话也是有分不同的一个贴片 那我们这一种形状的话 就是刚刚好跟这个探头是一样 这两个就是脸颊的 然后我们这两个的话有点类似 但是它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的话是我们额头的 它的形状这里跟这个会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下巴的 它这个是额头这个下巴的 这里会有点不一样 然后这两个的话是眼睛的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贴上去 我们这个贴片的话有两面 蓝色这一面的话是贴在探头上 白色这一面的话是一用面 就是可以贴在直接作用在我们皮肤上的 我们贴之前先把这个撕下来 那它这个标签按照标签的方向 然后给它贴上去 按照它这个形状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就是这种状态 然后把这个也给它贴上去 先把蓝色的接下来 同样的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蓝色的接触那个仪器 白色的是作用到皮肤 眼睛的话呢它是有分左右的 眼睛是有分左右的 那这一个这一端有一端的话 它是有点弧度的 这一端的话就没有弧度 这边的话就是按照这个去贴 它是有分左右的 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它贴好了 贴好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在客户的脸上进行操作了 好那我们进行操作之前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紧急开关 我们让客户握住这个就是我们有如果说客户觉得能量突然升高了或干嘛的 他就可以直接按这个紧急开关然后暂停 来这个握在手上 然后我们贴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眼部开始贴 好那我们先从眼部开始贴 眼部这个就贴好了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 刚刚忘记跟大家说了 就是我们操作之前的话 要给客户做一个面部的清洁 把它脸上的油脂擦掉 这样子的话 它的一个贴口度会更强一点 然后眼睛贴好之后 我们就给它把脸颊再贴上去 为什么要先贴眼睛呢 因为有时候有些客户 他脸颊比较小 那你贴这个上去 再贴眼睛就不太好贴 然后这个的话撕下来 它这里有个标签 直接从这里撕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线的话也是 我们往后面这样子贴 再贴着 眼睛它是有分左右 脸颊的话就不用分 然后这个下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下巴这里 它有一面的话是平的 有一面是有弧度 这个平的一面的话呢 是这样子在下面的 这个圆的是在上面 这样给它贴上去 有时候如果说客户的胡子 它会比较长的 可能对它的一个贴的一个贴合度的话 会有一定的影响 可以让客户把胡子稍微挂一挂 然后这个的话是额头的 额头的我们直接就这样给它贴上去 尽量不要贴到客户的眉毛 好 我们这样子就是贴好的一个状态了 现在进行界面的一个能量调节 好 我们进行界面一个能量调节 贴好之后进行调节 我客户的话它是男性的 然后它的年龄的话是在30以下 你就选30以下 30到39 你就选30到39 然后模式的话 我这里的话给它选的是ME模式 然后额头这里的话能量我先给它调 以最低的标准 最低标准 然后眼睛也是一样的 给它以最低标准去调 脸颊也是 然后这个是持能量 然后这个是电能量 下巴这里也是一样的 调好之后 然后这里的话是时间 如果说你客户是 它默认的话是20分钟 当然它时间的话呢 我们最高是可以往30去调的 然后调好之后 我们点这里开始 然后进行一个输出工作 有感觉吗 有 有 能量还可以吗 能接受吗 可以 可以 能不能往上加 这样子不用 这样子不用 所以它这个就是根据每个客户的一个接受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在脸上进行操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客户的一个面部肌肉的话 会进行一个就是跳跃 可以看到没有 它是进行对肌肉的一个收缩 就是收缩 它这个是不自觉的 就一切进行对它的肌肉进行一个收缩 整个就是对面部肌肉的一个训练 然后往上提升人 现在的话是感觉肌肉的话是往上走的 对不对 就收紧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慢慢适应了之后 如果说能量可以加 就往上一点点一点点再加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说它觉得这个能量可以 那OK 我们就保持这个能量 然后时间 比如说我调的是30分钟 30分钟做完之后 这个衣锡它就会自动停止的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的时候的一些步骤 好